有关于爱情 在散婚散离的快餐文化下 学习持久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 到底爱情怎样保持原有的温度热情 是一众热恋宗恋情白热化的情侣们的疑问 在恋爱的开端 眼中就只有对方 无论生灵中的树木何其繁多 脚就是没有原因的驻足在一颗 在别人看来毫不起身的植物身上 整个世界就只有对方 任何死都跟对方有关 当时间流逝 恋爱的热力减退 真叫人懊恼 以下是聊美大神团 长期维持150摄氏度的见解 一 经常维持恋爱的惊喜 看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一天 乐意为对方保持新鲜感 二 保持适当的神秘感 神秘永远带来一种魔力 让对方有些猜不透的懊恼 越能引发对方的关注 三 不发恶言 不要看清语言的威力 它往往带来的是一种可怕的杀伤力 任何时候保持风度 不发恶言 四 四度的尊重 女人需要爱 男人需要尊重 无论你认同与否 表达你的支持 五 温柔体贴 这不就是你的渴求吗 也就是最能够维持温度的元素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